健身理不开兼职运动训练和合理的饮食规划,想要健身效果好,这两点是非常值得注意的,健康完美的身材,是人人都想得到的,但是能为此付出,去健身改变的人吃很少,能坚持下去的更是少吃又少。 在国外就有这么一位女生,他叫弗雷他并不会太过肥胖,只是有个小肚男,要有点酥,但是他总觉得身体不舒服,就在他男友向他求婚,而且还是在食物周后举行,这时才激励到他要健身改变,他想到了哪天能更美,于是他便做了个食物周的健身瘦身计划,高强度健身训练加科学饮食,就这样他开启了自己的。 健身训练着露,第一天他几乎要崩溃了,做柜子俯卧撑,做了两个就趴下了,虽然不是很重,但是没有锻炼基础,看似简单的一个变身动作,在他这里却显得很难,补充式俯卧撑虽然完成了一个,但是完全达不到标准,波笔挑也是,做了没几个,就摇头坚持不下去了。 不仅如此,困难一个接一个,有些健身计划内的动作,他一个都做不来,就让他很受打击。 不过他想到那一天的到来,时间越来越短了,于是他还是咬牙坚持了下去,做什么事情刚开始都是比较难的,跪就跪着坚持。 当你在咬牙坚持几天,你会发现你的身体在慢慢的适应这种强度,此时的训练你将会变得更轻松。 这步,咬紧牙坚持了一段时间,这波笔跳从来没有那么轻松过,虽然还是很累,但是没有刚开始那么艰难了。 如今,俯冲是俯卧撑,也能做得随心所欲了,标准完全改变,动作做得比刚开始像样多了,很快第二周。 第三周,第四周慢慢的就能过去了,此时的他不需要苦恼动作标不标准的问题上,而是慢慢的增加训练强度和加入更多的健身训练动作。 看看下面他在做俯卧登山,让我举腿,侧撑外壁。 前进步段,波笔跳做得都非常出色标准,该检验一下这前五周的健身成果了。 下图是第一周到第五周的健身变化,不仔细看,似乎没有多大的差别。 仔细看,领部小了点,小度那也小了点,所以鼓开始扭了轮廓。 很多人健身一段时间后,发现效果并不明显,很容易就会选择放弃。 但是波笔跳很高兴,除了身体有点变化了,感觉整个人都健康了许多,整个身体充满了活力。 所以他没有放弃,还在坚持着,期间他不断地加强训练,非常注重合理的饮食营养搭配。 还自己动手制作健身餐,健身还在坚持,他还在努力,每一次的坚持不住。 他都咬紧牙关鼓励自己坚持,继续向前,不知不觉时间过去一半。 看看这五到八周的健身对比,每一周小度那都在变化。 甚至到了第八周马甲线,已经若隐若现了。 此时的他脸上洋溢着的自信的笑容,看到这样的改变,让他变得更有动力。 他始终相信,健身付出了多少,你就会得到多少应有的生活。 就这样他很顺利地坚持完了这十五周的健身计划,这是他十五周后的样子。 现在的他与健身前大不一样了,健身前不喜欢笑,而现在却常把笑容挂在脸上。 整个人自信了不少,看看他的小肚腩,现在已经完全消失了,腰间的坠肉也没有了,腰间变得流畅起来。 整个人显得非常的健康阳光和自信。 我们再来看看这清晰的对比,右边是健身前,左边是健身十五周后。 他看到这样的成果,一直忍不住哈哈起来,非常的激动。 不管是正面还是凑面,背面,此时的他已经非常健康有活力,预见身前大不一样了。 看完上述内容,你有什么想说的,欢迎在下方留言说出你的看法。 下面是刺客和一个俯卧车,也做不了的人从肉变强的动作。 主次,五到五十次为一组,共一百个。 供大家参考课练习,喜欢的请收好,希望对您有所帮助。 墙壁腹卧车动作要变,双手撑桥,离墙边距离自己调整。 不抬头低头,不塌腰脱膀背,身体撑直线,上鞋腹卧车动作要变。 双手撑的物体高度可以逐渐降低,可以撑在桌子、椅子、床上等地方,柜子俯卧车动作要变,手脚撑地,以膝盖为支点逐地。 身体撑直线,宽具俯卧车动作要变,俯身撑物,手脚自然指向身体前方。 大臂和身体躯干约75度角,不抬头低头,不塌腰或蜂内,身体撑直线,慢慢下降。 肘关节夹绞成90度后开始回味,迅速撑起身体,贵在坚持,关注急速健身,获取更多健身知识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